最音樂的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孟佳 在新的一年裏面祝大家所有的工作都順順利利 每天開開心心 哎呀 還幹什麼呀 哎呀 怎麼改本第一期就打人啊 不知道我是最音樂最溫中期待的最棒小編嗎 最音樂全新版塊1 不在只有小編主觀挑選 而在節目播出當中 選出華語或者韓語中最最最熱門話題 給大家好好安利 或者拋根究底的分析 不就和以前寫的專題一樣嗎 哎 你閉嘴 本週韓網最高大師IDOL 必是結束兩年零七個月戀愛的雪莉崔子 還向驚天動地相愛歷程 2013年8月戀人牽手約會被拍 還堅稱是前後輩關係 2014年3月崔子前報已失 兩人臉貼臉合照就讓戀愛坐實 兩週後回歸了FX 因學歷被飛援帶來的惡性流言索繞而中斷 此年8月學歷正式退隊 並開始在YES 有座任性的話題少女 性感裸露照等 以XX式圖片視頻很常見 與YES內容有關的新聞 也無法推理尺度爭議等字眼 與有XXX爭議的攝影師合作拍攝 網友越罵越要發 加之上傳備之心理狀況出問題的影像等等 戀愛後學歷惡評不斷 成為路人心中 徹底放飛自我的觀眾 瘋子觀眾啊 創味相討物以類聚啊 由此波及到當初高調的戀愛 如今分手則是受不了群嘲 兩人形象都毀了 現在學歷和誰結婚啊 絕方天性變成那個樣子 還以為是真愛呢 如果說觀眾行為是學歷私生活 那麼自己任性讓別人受先連就不應該了 FX正規三集Red Light 僅活動兩週 因學歷被惡評困擾而終止 四人組FX在2015年發行正規4集ForWars後 至今無集體活動 組合像是被放養 而因飽受流言潰擾又休息的學歷 卻在三個月後獨自出席電影誓贏 退隊至今再怎麼鬧 SM招樣呆 畫包招樣拍 活動招樣出席 簡直不能更愜意 說FX如今的狀況與學歷無關 真的我不信 拼心而論 在團內既不是唱得最好 也不是挑得最好的學歷 C位並不缺 但依然被指出 在FX五人組後期 依然沒了出席活力模樣 大哥狀態看心情 舞蹈隨意不用心 IDOL出道都不易 自己活得隨性 卻給一起走過最新的時期的狠堆涉足 也讓人憨乱戏 不過既然如今已分手 那麼小編就期待 不做IDOL的崔演員 集中精力奉獻好作品咯 唉 其實人隨著成長 想法也是會變的嘛 小編相信剛出道 天真浪漫開朗的崔真理是真的 但可惜FX也是真的 這希望公司開一開夜案 今年組合能回歸一次才是真啊 可是你看 分手報道又寫了 雙方因各自形成忙碌自然疏遠而分手 我覺得比起這個 重回前後背關係 以後會努力為對方應援才最假呢 你看分手了的那些人 又為對方應援的嗎 那一人之間怎麼 就不能勇敢的說真話呢 他們不敢 我們敢呀 唉 沒錯 最音樂全新版話2 明清去獵王 每周採訪各個勇於說實話的 幕後工作者會藝人勇敢說出 別人不知道的八卦爆料和小秘密 並且有主題的進行盤序 那麼本周就是採訪各大眾 一幕後工作人員帶來的 韓國藝人好感度盤啦 千里紅雲白日薰 南韓北上不見醒 到底哪家藝人才是夜內PD 交口稱讚的好IDOL呢 快進入本期明星巨烈網 媒體好感海外藝人第六名 EXO暖心指數兩星大 作為韓語圈最重視中國市場的SM 旗下的藝人也算是兢兢业业 很有道德操守 有禮貌有嘴甜 讓中國PD感受到和韓國PD 一樣的待遇 EXO可是得到了夜內八公八婆們的好感認證啊 其實就是海씨頓那個時候 我來到XXX第一次政府採訪之後 我從沒看到一個藝人 那麼有禮貌的 當時我是做M9內地的第一個電視通告嘛 然後那個時候都是星人 然後經紀人喊了一聲說p來了 然後所有人都那種正晟畏 bless 就跟軍營一樣 都是特別認識的人在聽 每個人都特別嚴肅很好 就是这么献apo 叫了你一句 他会处处的 就需要你那种 跟你说话的时候 就是喊你姐姐啊 然后包括再见的时候 你姐姐再见啊 你姐姐辛苦的啊 就一口一的姐姐 让你觉得啊啊小孩 嘴尖选 因而XL凭借暖心指数 两星半 成为国内媒体人的 好感艺人第六名 媒体好感海外艺人 第五名 FX Luna 暖心指数三颗星 没错 一直以人好性格好 组成了我们的小姐姐Luna 同样俘获了 中国PD的心 热心又暖然 只有一副面孔 最能get媒体噩梦的心呢 采访FX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 一二年 当时他们采访 是在MBC音乐中心的后台 然后给我那天 印象特别特别深的 就是Luna 然后各种热情 到我给你打招呼 说你完了啊 你是中国的媒体啊 你吃饭了没有啊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啊 哒哒哑的没头 就跟你说这些那种 我觉得你心里 特别特别的暖 Luna的亲民style 带着始终如一的教养 自然能让辛苦工作的 中国PD大人们心头一暖 而且就是当时 我不是不知道 他们房间里头有一个 就是自带洗手间的一个房间嘛 我当时就站在了 正好那个洗手间的门呢 Luna呢 就撞好从里面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 光当人家就正好撞好 你知道就是 韩国人她道歉的时候吧 就是这种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吧 怎么样怎么样的 就觉得 特别特别的好 因而FX的Luna 听见暖心指出三颗星 成为国内媒体人的 好感艺人第五名 媒体好感海外蚁人 第四名 Vix And 暖心指数 三星大 画风一致重口味的Vix 其实也有贴心小哥哥 VixAnd 真正地做到了 记住每一位PD的脸 发现她们第二次来 跟她宣传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跟 我跟她其实有见过面 然后今年大概成年的时候 我说我们见过面 然后我觉得 恩一想 哦是你啊 她跟你说 哇那天真的太冷了 她会跟你有接这样一些话 然后你会觉得 其实这个人挺聪明 你记忆还特别好 因而VixTheM 凭借暖心指数 三星半 成为国内媒体人的 好感艺人第四名 媒体好感海外蚁人 第三名 苏之线 暖心指数 四个星 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问她 你觉得你身体的 哪一部分最性感 她就问了我一句 她说 那你觉得我哪最性感 哦我当时就慌了 你知道吗 那个心就乱跳 然后就结巴了 我就是我 我也怎么说 然后就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憋了一会儿 然后翻译都开始看我了 然后我说 眼睛 然后她说 我也觉得是 哦我当时就觉得 我被撩了被撩了 因而苏之线评点 一击毙伤的流媚能力 暖心指数 达到四个星 成为国内媒体人的 好感艺人第三名 媒体好感海外蚁人 第二名 Henry 暖心指数 四星半 最近一只活跃在国内 综艺的油腻大华Henry 也是国内PD们的心头爱 Henry进去游家 结果后来跟谁比较有异 他进去来 然后打的是 Tripe那张专辑 然后正好带他工作人员我认识 那个工作人员正好回头 然后我们俩就见到面了 见到面我就这样挥了揮手 那会儿Henry真好扭头 他以为我在跟他挥手 所以已经跟我这样挥手 特别特别热情 当时 那挥手我就懵了 我心想这怎么办 我不是在跟他打招呼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给他记着阿斯扬的手 Henry突然之间就窜在我面前 然后握着我的手 特别激动说 你认识我 我记得你 然后他说 我记得你 但是上次是不是 录S这样的时候 你也在 然后他说 所以我记得你 然后只问只有 我身边那两个同事 因为他们录制比较晚 然后他说 他们没在 我不记得他们 然后被他那个经纪人 就给拉走了 后来我听说 他经纪人后来跟他说 不要随便 经纪人透气你 因而听见着台上台下 油腻每分钟的功力 Henry以暖心指数四星半 成为国内媒体人的 好感艺人第二名 媒体好感海外艺人第一名 Gary 暖心指数五颗星 听见Renny们 今天狗哥形象 深入人心的屋里 接Gary 人一直超nice Gary也特别好 而且你能感受到 他对中国的那种爱 是发心内心的 采访完了以后 然后他还问我 就是说 我的中文的标不标准 然后我说标准 他说就反正感觉还挺高兴的 我说应该是韩国英人那边 可能发音比较难 所以他特别纠结于他的中文 是不是发音准确这个事 然后就一定要得到你的认可 他才认为是真的还不错 然后他说我会说中文 他也说一句中文 我还不懂中国文化 不过我喜欢中国 知道吗 这对我可能是新的挑战 有时我感到今天来中国 我说的很多 还有的叫我公告 我说你怎么能会说这么多中文 他说就是 他有一首歌里的中文歌词 然后他已经提前背下来了 因而Gary暖色只出五颗心 成为国内媒体人的好感艺人 对你知名 不是说有很多八卦猛料吗 这集中说的是好卦呀 你懂什么 改版第一期就是开杯菜 这些都在以后呢 那说的我也有点饿了 我想吃饭 我吃啥呢 成年就吃到吃 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呢 对对对 今夜全新板块三 call me call me 这一是个什么鬼 你们自己看吧 哈哈哈哈 call me call me 加编求取任务关键词 根据节目组随机选择的热心网友 安利自己的新作品 限时十分钟 网友至少跟随加编学上一句新歌 并说出了加编求取的关键词 即算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的加编 拥有单独打歌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唱作人王思源 也是名歌手 我会听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让对方说出来这句话 这个还不错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但问题是都是我的歌迷 都是陌生人哦 不是歌迷啊 歌迷的话 听过来啊 你要安利给其他人 我不是歌迷吗 我不是歌迷吗 嗯 嗯 嗯 OK 希望不要被骂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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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过中国好歌曲吗 啊啊 你意思我都讲了吗 嗯 谁啊 没事找我我忘了 不不不不 不是 就是因为我要发第二张唱片 所以今天呢 啊 其实这是一个宣传 就是 可挂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真的怕他报警 喂 呃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要去听音乐 啊什么呀 我朋友朋友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节目真的没做完 你给拿我多乐的吧 不是 是他们给拿我多乐 哈哈 如果我的唱片真的发了的话 你会说 我会听的 就你会听吗 我不听唱片的 你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你有说过霍尊吗 啊 霍尊我知道 霍尊我知道 他有一首歌不最后听 他听他的名叫 叫消失的恋人 其实今天这个活动 就是为了获尊 然后都周圈出来 然后今天其实我是帮他的忙 然后他就在我的身边 啊 是吗 是吗 我可以跟霍尊都忘了 呃 节目里面 没有这个观察 能不能来 来一下这句 消失的恋人啊 嗯 消失的别人啊 他就是爱他的专辑 其实这是我 不好意思啊 这就是我我自己的专辑 在支持霍尊的同时呢 平常也能够看看我的专辑 那我的名字叫王王王思远 王思想的思远大的远 很好记 你跟我说你是霍尊 你还给他罢了 你这样我就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说我是霍尊 我说我跟霍尊很熟 就是难死我了 就是 那你不会再打雷了吧 我不会了 我从此以后 绝对不会再骚扰你了 你放心吧 嗯 那那那行 你的歌我会去听的 你的歌我会去听的 我会去支持你的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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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够点击这个视频 然后耗费了你们 经常时间来看我 我叫王思远 我是你的唱作人 谢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大礼 就是逗镜童专辑 以及SAHE合体版2013年演唱会DVD 想要拿到他的话 就要点击订阅按钮 并且把截图发给我们的 对音乐日常流水账 就能拿到他了 还不赶紧行动起来 啊 你们不是想看文涛吗 我这就去带你们看文涛 来来来 啊 文涛 看 哎文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啊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啊 行了 回家吧 回家吧 回家 看够了吧 行了吧 再见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我不是想看文涛 你怎么会是什么事啊 我不是想看文涛 我不是想看文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